《六十二中國證券報》,港股有望重拾聲勢 2015年7月10日海外財經A10將枕河本部記者將枕河 港股在上一個交易日急跌超過1400點後 於9日低開81點後出現大幅反彈 爭炒數從上24000點,最高漲1181點至24696點 收市報24392點,全日漲876點,漲幅為3.73% 大市總成交額2121億港元 國企指數漲339點,收報11446點,漲幅為3.05% 業內人士指出,與以往港股大幅下錯主要受外資出途影響 資金回流美元資產從而引起港元匯率大幅下跌不同 近期港股與內地股市場關聯度大幅提升 隨著內地股企穩,港股也有望隨之走強 外資未大規模出途市場分析師指出 不同於2003年非典以及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機時 港股出現的明顯下跌主要是受到外資大規模撤離等因素影響 此次港股更多是受到 A股的影響,目前外資出途並不明顯,港元匯率也比較穩定 崇銀分析師在最新報告中指出 MSCI香港指數而傳數回饕4、5月份的帳幅 目前低於2014年底的水平 過去幾週,該機構未見香港經濟基本面 包括貨幣市場利率、住房銷售、就業率、零售等有重大變化 崇銀認為近期市場下跌主要受內地股市回調影響 跑輸大市的股票包括與中國內地相關的公司以及中小盤股 公用事業和高股息率股票表現則好於大盤 美元對港元匯率位於7.754,僅略高於3個月前 謝意未著資金並未從香港撤離 業內人士表示,近期內資主要通過三大因素影響了港股 第一,一些融資盤需要償還 但由於大量A股停牌,於是其選擇出售港股來套現 第二,內地開始限制勸商基金的減持行為 但一些基金卻需要面對投資者的熟悔 部分基金只能賣出港股 第三,內地同時也限制了在股指期貨市場開空倉 一些資金從而轉向次期貨開空倉 以對沖風險,這些做空因素都加速了港股跌勢 但目前隨著A股受到舊市政策利好開始幾穩反彈 港股也有望重頓突 C.崇銀報告強調,舊市效應很快擴散至境外市場 作為一個高流動性市場 包括在港掛牌的中資公司H股 可能以為A股市場提供一定的流動性 板塊張現分化業內人士認為 在經歷數日的波動後,港股有望企韻 以各板塊表現將出現明顯分化 崇銀表示,預期未來數日可能會見到香港市場大幅度波動 現階段香港市場營獲股值支持 但極短期內投資氣氛和資金將受內地股市表現大動 崇銀分析師認為,在動盪的市場中 股息收益略有吸引力以及低倍塔水平的股票 將視不錯的避風港 對中線投資者來說,首選基本面強勁且股值合理的大型市值股票 然而崇銀強調,雖然認為優質股的長期投資價值顯然 但預計未來幾天香港H股市場波動應高 內地的任何新政策都可能對這個市場的未來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此外,MSCI香港指數的12個月遠期市盈率為15倍 與8年來平均值持平 儘管瑞銀認為在金融市場受壓之際 香港房地產行業面臨挑戰 但美聯儲可能延後加息或許將為該行業帶來短期支持 此外,該機構認為MSCI香港指數成份股公司 百分之四十的盈利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以外 這在中國內地市場出現波動之際 能為香港股市帶來之間 儘管理所保持平均值 考慮資格 北方法 旋視機欄